今天爆出了一个独家消息 这个独家消息是什么 黄珊珊居然带着陈佩琪 两个人跑到万华一个律师事务所 这个律师事务所你说 这个东西非常耐人寻味 这个律师事务所叫什么 拉斐尔国际法律事务所 你说这个是台湾唯一 最懂得洗钱的律师事务所 如果今天黄珊珊还有陈佩琪 两个人跑到这个地方 代表金流被找到了吗 是 宝贤哥 我跟你讲 台机大条 真的吗 真的是 为什么 因为庆启人士这家 你刚刚提到什么 拉斐尔国际法律事务所的 一个创办人 他是查什么案子 他是查陈水扁案子查出名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查陈水扁的案子 然后还代表台湾聚到新加坡 要求新加坡可以跟我们 进行相关的司法协助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检调发现 就是那个吴淑珊 透过他哥哥 还有这样攒转头 竟然把钱7000万的新台币 汇到了黄瑞进 在新加坡里面的户头 后来他们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而且还有包括星光当时的黄芳燕 他们总共在新加坡有六个户头 然后不断地透过台湾转到日本 转到香港 最后转到新加坡 新加坡最后一直在到瑞士 所以瑞士所谓的海角七役 就是从近期人 他们当时一群一组人 所调查出来的 所以他对于查金流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厉害 第二件事情 被人家发现 陈佩吉跟黄森燕在坐在电梯里面 他们竟然直接讲什么 洗钱对价 好 那这样的事情大点 因为如果有洗钱 所以他们两个在聊天 两个在窃窃私语 被旁边的人听到了 讲到要洗钱 而且你找庆启人 那代表什么 你一定是有钱 汇到国外去被找到嘛 不然怎么会去特别讲到洗钱呢 而且才能要对价 你说庆启人是台湾也就是把钱 汇到国外最厉害的一个人 当时是把台湾汇到国外去最厉害的人 现在我跟你讲 他们庆启人 这个拉菲尔法律事务所 里面还有特别去提到 他们连加密货币这一块 他都有办法去查 所以庆启人他们最近 最近他们那个捷报 上面还有说 他们竟然成功地帮一个 警方认为是可能跟这加密货币 诈骗案有相关的人 竟然让他们完全就是脱身 没有被法律 没有被羁押或什么的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今天他会特别上门 他们会保护加密货币的人 对 所以你都知道 没有 应该是这样讲 庆启人他本身在司法界 是有侠女之称 他是台湾唯一一个 有去取得ACAM的 就是国际认识 就有相关于洗钱房治 这个部分的一个检察官 相关资格的人 他是台湾唯一人 然后他那时候就发现 台湾在2017年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兆丰银行 因为没有去遵守法尊 所以后来被那个美国司法单位 去处罚50亿 57亿 那时候庆启人就认为说 台湾的金融法治这一块 其实是很缺乏这个部分 所以他就决定有这个商机 他决定跳出来 然后呢他当时的说法是 他要协助金融圈 跟我们检掉这些单位 对于所谓的不法这个会 不法的那一种金钱啊 洗钱这件事情进行打击 就黄山再去找他 对所以现在到底 亲戚人要把他的专业知识 放在打击犯罪 还是变成是帮犯罪者来洗脱 这就看庆俭 他当时是不是还维持他的初衷 这就看庆俭了 看庆俭了 这就看庆俭了 我认识 那个人也会来到 我认识 这就看高了 这个人也会有心 唯一 这个人也会有心 看你漂亮的 对 这就是这个人 就是张俭 拿这个人 我训养 你这就是这个人